一个成年人无法张开手臂的距离 28年来住户长期忍受通道的不便 陈勤怡多次也都石沉大海 县议员周俊玉表示 在去年定期会中就已提出质询 希望县府监管科能够协助处理这次的成年就案 在此次的高雄城中城大火之后 也让吉安乡的南山新秀住宅公寓居民 更是担心居住安全 你没看错 70公分宽的走道 只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行走的空间 位在吉安乡南山一街 与吉祥六街口的南山新宿住了石库人家 每次进出家门都必须绕过一米半的铁皮高墙 而这样的生活环境已经忍受了28年之久 看到高雄城中城大火之后也让住户相当担心 会不会觉得出入都很困难 比如说 拿东西的时候 最麻烦就对了 先议员周军又表示 今天邀请了花林县正部建设处建管科 将相公所一同会刊 由于大楼旁的50平空地已规划为8米宽的计划道路 但是28年来土地征兽的问题始终都没有获得解决 这个计划是计划土地的8米大路 你看看这种大楼 这种大楼是差不多十几户一个大楼 已经将近28年 它28年它的唯一出入口 就单一唯一出入口 就是我后方这个唯一出入口 它们十几户都是从这边进出口 你看它方向它的宽度只有70公分 造成它的轮椅 或者是我们小孩子的推车 或者是一些运送物资 或者是消防 或者是我们救护都无法顺利进出 如果说发生任何救灾救护的情况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就是我们一个市区一个死角 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的大楼的住户 很希望说我们的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给他们一个回家安全的路 此计划道路的地主表示 28年来他不断希望能够与相关单位进行协商 解决土地的申收问题 不过就是没有人愿意理 之前有协调过吗 是住户不理还是公所 政府都不理 也有跟他们讲过 吉安湘南山一街与吉祥六街口的南山新宿公寓大楼出入口前 50平8米宽计划道路 28年来仍旧束手无策 居民历经多次的陈情始终实陈大海 先议员周俊佑呼吁相关单位应该拿出魄力 来解决这个疑难杂症 记者林杰 吉安湘采访报道